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那年人老是想长生呢 他就长了 不怕 怕死呗 不想死 觉得死是很恐惧的事 不想死呗 就算你觉得这个世界了无声趣 不怎么样 就算想去极乐世界 其实说下一秒钟 咱们这里面必须有一个死的 说要不派珊珊去死吧 你心里面会觉得有点人情冷漠 怎么会让我死呢 你那么喜欢死吗 如果这里面说 今天一定要有个人死 或者就像那会儿寄审了 要扔到那个水台里去喂那个笼 什么的 大家一只腿叫珊珊去吧 珊珊年龄小 送上去又长得漂亮 或者什么 你突然会觉得很冷嘛 觉得这个世界你也不想死 你也不想做那个人 就是这样 为什么常生啊 大家容易都爱惜生命啊 就是 他对自己那种 如果是你如果真的看破的人 真的就像佛学里边 看破的人也不会伤心 如果把自我都看破了 生死都看破了的人真的 不怕死不代表看破生死 有很多人说我去自杀或者什么 我无所谓 死就死了怕什么呢 但不代表你看破生死 真正看破生死的人 活着就活着了 怕啥呢 死都怕 怕活着 只是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啊 是不是 你是想很好的活着 如果不能很好的 我就死掉算了 你真是有毛病 你这就是不知道生死的奥妙 你死能来还是这样子 你以为你都死了 死不了这成是问题 下一辈子又来了 你这一辈子了不了的 原下辈子接着了啊 你欠的再继续还啊 是吧 生生世世的苦啊 你还挺好的 还有个缺根本缺腿的 你还站在这 还能有聪明才智去学 闻听佛法 有多少人闻听不到佛法 这一辈子 你知道那是福报吗 你胳膊腿还都缺 而且身体还比较健康 最起码你坐在这 不跟我说说 哎呀老师我受不了 我坐也坐不住 我躺着我捏镜也捏不了 我啥也看不了 手机电脑啥也看 有多少人在医院现在躺的 死不死活不活 有多少人没胳膊没腿啊 贴身下来 再宠爱他又啥呢 父母再宠爱他 他们怎么样呢 人家不也活得好 你是说哎呀 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吗 对 因为多少人家坚强的活在这个世界 那也叫菩萨啊 我告诉你 他就告诉这个世界是没有圆满的 是有缺陷的世界 这个世界 那些人有些菩萨就是 事先很残缺的生下来 这个世界上 坐在那儿 然后又他的那个 他的 他失职可能是没有的 可能是他是很残缺的 眼睛是瞎的 看不见的 但是人家照样的活得开心 幸福 因为他的心不会有缺陷 心永远是圆满 不管成功失败 他的心永远是佛 永远在那儿 如如不动的安出在那儿 为什么会选择 生死只是一个现象啊 不是 不是 你搞不懂活 有什么用 有什么意思 活得可以成佛 你死了咋听佛法 是不是 你去哪一道听啊 我说 人道人生难得 你没听过 有听过 但是我不量 你学佛 你最起码今天能坐在这儿 学佛 你知道有多少就学不到吗 这是最大的佛 你死不了 不管你是在重新体验快乐 还是痛苦 你都死不了 这是个假象 我告诉你 你死不了 你是永恒的 你生生世世的 经历过非常幸福的事 也经历过非常痛苦的事 每个人都会 我们每个人在座的 每个人都会被杀过头 都上过战场 可能坐过乞丐 可能流落过 可能残疾过 每个人都在生生世 你知道上意识 不知道做过什么 反正恶报你 离击离击恶报熟了 那你就是最惨的那一事 散报熟了那一事 你活得比较开心 就这样 不行了 你就掉地去 要不掉在畜生岛 现在已经被砸了 在麦大佬 你怎么样呢 就是没啥意义啊 你想这些 我就说有啥意义啊 有些事情可以不想的 就是那种 好奇也不需要 甚至都可以不看那些 没意义 很多人都会自杀 一个是觉得太痛苦了 活着没意义 绝望了死了 有些人是自杀了 好像能偿还所有的债务似的 一了百了了 或者是引起别人 反而会关注他 很多原因的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 真的不想活了 或者什么 这是个很错误的观点 知道吗 这种观点就是 就是他首先是不知道是死不了的 至少只是一个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一道 在某这个时空 突然消失 转入那个时空 只是转移 知道吗 换一个 换一个像 他继续存在 但是那些散报 恶报继续跟着他 果报还跟着他 只是他换了像了 果报一点没变 他没了的 他没还完的 再继续还 他没了的报继续报 一点用也没有 我告诉你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不如趁自杀那点力气去 去学佛去念念经呢 念上几百部佛经 没准把恶报给消了 这是真实有用 我就是这是真实的 告诉你 就到死了 拿出几 我说这三个月我自杀了 坐在那儿念经 就是自杀了是吧 这个世界你就不要 我指望这个世界 谁能记住你了 你这三个月死了嘛 那出来跟大家聊天 大家认识不认识你 都是俩打了是吧 那就不要再 对这个世界 一丝的渴求都不能 都不要渴求这个世界 认识你 关注你 喜欢你 给予你帮助 这些都偷偷不要了 坐在那儿 自己想干啥干 念经了 有这样的心 三个月也快成就了 我们人可以死 心不能死 心死不了 人死了 心还没死 告诉你 心没死 继续露 心死不了的 你要是说 假如说 你假装死了 那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了 跟你没关系啊 我们这个世界是 丑也罢 恶也罢 美也罢 赛也罢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不要评判我们这个世界 你是力道胆 中阴境界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世界 是啊 我们这个世界很善很丑 不许你说 就是那种 我儿子丑也罢 坏也罢 不许你骂 就是我骂可以 都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世界跟你没关系 这样一说 必满为人情 是啥呢 不要评判我们这个世界 直接划到中阴境界 没投胎以前就是中阴生嘛 然后珊珊进来的时候 中阴生来了 你记得 你关注你那世界的事 不要管我们这个世界的 要真的说是 想干点啥干点啥 然后就死绝了 也还挺好的 是吧 你想干点啥 没果报 我业力都都死掉了 拉倒了 我已经死不了才是问题 生生死死 生生死死 转来转去 那些信息 你是现在把上一辈子忘了 忘不了的 全在哪呢 生生死死 生生死死 你知道这一世 一看见那个人 你就知道岳家来了 因为上辈子见过他 而且上辈子欠他的 要在他来了 你就知道这辈子完了 你已经遇杀了 你是不知道 你是没办法 你知道完了 又遇杀了 人家就跟着过来了 那就像再紧杀了 他忘了 你记得吗 你说 那辈子还欠着呢 这辈子不知道咋还 你怀的 除非他心满意足了 你怀不清 你本身就欠他十块钱 他力滚力给你算了 因为他忘了 他老觉得 那看他的欲望多重了 他内心深处 他就觉得 什么时候他那个 写下来了 那个欲望 说是你不欠他了 他就写着了 他那个欲望 精神特别重 你就怀不清 我告诉你 你就没完 但是如果他精神学佛了 没准 虽然你欠他 他心里想 月月已经了了 虽然你欠他 他都觉得你不欠他 这个就好交流了 大家交流起来就觉得 挺轻松的 你怀爱也开心 不怀爱也开心 大家始终是善语 你要是他不学文 或者他没有那种 英国抱怨 那就是月家上门了 尤其那种杀业 你上一辈子杀过他 你一看见他 你就知道完蛋了 这辈子怎么能把这个业了 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你要不知道 你要不知道 好像这一辈子 跟上一辈子 是没关系的 生生世世 你觉得这一辈子 就是这一辈子的事 你要知道 这一辈子 就是叶下来 就像一条河水 从上游往下流 一直在流 然后再循环 哪有那么清楚 大家能帅气 算不清楚 除非大家哪天解脱了 而且这个链子里边 他欠他的 他欠他的 就这么轮回的欠 都不是欠情债 就是欠情债的 反正轮回的 我欠你的 你欠他的 其实大家都连在一起来 就像个网络 这就没完 你知道吗 又欠下了 他又欠下他了 就是这哪里完 所以有一个人停下来 就真的是 就像你们看那个什么油图 或者是那里的集市 有一个人突然觉悟了 停在那不动了 这个列条才会卡住 否则就不断的 不断的 有一个人停住了 他不断了 身边这两个人 就开始不断了 慢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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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不断了 否则这个债务啊 这些纠结啊 这些因果就完不 就弄不完 你知道 几千事也留不完 那就根本就不可能 公公平平的说还清楚 说他欠他的就还了 他欠他 那些东西 经济说好好还 就利古利也有个素 你你情感怎么还 你现在家的情 你说你伤害了他 你怎么还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